好声音结束了,夏天也结束了 总的来说,这一季中国好声音算是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追完整季,最终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五颗月夺冠 其实也完全可以说五颗月是本季的大魔王 毕竟从盲选开始,五颗月就已经被当成是冠军候选人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在节目中期 五颗月并没有展现出统治力,还输给了谭轩元一局 这降低了他的夺冠面 当然,结果是好的,李克勤才当导师,就带出了冠军学员 这是一件挺让人意外的事情 在我看来,李克勤的成功有三点原因 先说第一点,首先是五颗月的存在 如果没有五颗月,其他都是空谈 恰巧,李克勤擅长粤语 恰巧五颗月也唱粤语 不夸张地说,五颗月就是冲着李克勤来的 在网继中国好声音的节目里面 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完全唱粤语 并最终夺冠的选手 五颗月是第一位 今年是很适合唱粤语的一年 粤语歌曲热度回暖,收获更多关注度 国语流行抒情歌曲尽管仍然占大头 但是由于太多同类型歌曲产出,听众已经厌烦 粤语抒情歌曲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所以在舞台上再度聆听到这样的歌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抒情歌曲本就容易拿分 但是太流行的抒情歌曲却并非如此 粤语歌曲恰巧这几年走下坡 被翻唱越来越少 五颗月的出现便成为了一件新鲜事 对于听众来说 再度听到这些老歌喜欢音乐的同时 自然也就会支持五颗月了 接下来说说第二点 李克勤的选曲 实话实说 李克勤的选曲在我看来是成功的 海阔天空虽然不是那么适合五颗月 但是五颗月在赛后有解释原因 他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曲 一生中最爱假如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几首歌曲的选择都是正确且合理的 表现不说有多抢眼 但是绝对不是扣分项 而且这些歌曲都是经典老歌 虽然没有演唱我很喜欢的《无歌哭》 有点遗憾 但整体来说 这些选曲都让五颗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另外在决赛环节的选曲 就更不用说了 决赛时直播 所以选曲应该更加保守 飘雪 最爱便是这样的歌曲 将五颗月的优点完美展现 同时现场完全不存在任何失误 这样的选曲想要不成功也很难 对于这个结果 我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当初追我们的歌 使得我对李克勤相当有好感 不知道这一次李克勤导师拿到冠军之后 后面有没有考虑回一趟我们的歌去玩一玩 恭喜李老师 2021好声音导师 对战下半场结束了 汪峰战队西败李克勤战队 按照赛制 汪峰要从六组学员中淘汰一组 最终 李妮基被淘汰 确实奇葩 这个组合是好声音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露过脸的学员 就连淘汰的时候 都没有摘下他们的面具 要说汪里之战 最大的一男平 应该就是五颗月了 从五颗月盲选登场开始 他就受到了无数网友的青睐 一度成为大家心中夺冠大热门 然而 在导师对战中 五颗月的运气不是那么好 居然遇到了大魔王坦轩元 要知道 谭轩元早在六年前 就是好声音第四季的季军 他的唱功 我们有目共睹 如今六年过去了 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哪怕是台上的四位导师 加四位导师助教 也未必唱得过他 而五颗月 偏偏遇到了最难对付的一个学员 结果可想而知 五颗月输了 虽然不是大比分输掉比赛 但也输了十几分 从两人演唱的歌曲来看 五颗月占了很大的优势 因为他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 来自皇家居的海阔天空 这是一首典型的大哥 能容易就引爆全场 而谭轩元演唱的是自己的原创歌曲 《孤岛》 相较之下 大家没那么熟悉 而且汪峰也说过 谭轩元的原创歌曲 并不是很成熟 一边是筷子人口的经典歌曲 一边是不太成熟的原创作品 按理说五颗月应该是能取胜的 可结果他输了 有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五颗月唱得不如谭轩元吗 要是论唱功 不要说五颗月不能跟谭轩元相比 就是本季好声音所有学员 也没有哪个能跟谭轩元叫板 这一点毋庸置疑 五颗月输给谭轩元肯定是实力的原因 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就是五颗月已经成了弃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试想五颗月遇上谭轩元之前 汪峰战队一比三落后于李克勤战队 只要再输一分 那汪峰战队就彻底输了 所以不管是谁遇上谭轩元 结果都是输 如果谭轩元输了 那后面还有两组学员没有上场呢 这可能吗 节目组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所以严格来说 五颗月是输给剧本 而不是输在当期的表现 知名乐评人艾蒂人 对谭轩元和五颗月的演唱分别做了点评 他对两位学员都表示了肯定 谭轩元就不说了 的确强悍 而在艾蒂人看来 五颗月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 而且他自己把票投给了五颗月 较真比较 五颗月并不比谭轩元差多少 但他不得不输 李克勤明知这一轮必输 为什么还要让人气最高的五颗月当气子呢 估计这些都是节目组事先安排好的 只有让谭轩元赢了夺冠呼声最高的五颗月才更能显示出他的强大 照这么看 节目组今年甚至有可能捧谭轩元夺冠 今年中国好声音有一位学员很特殊 他就是五颗月 五颗月在好声音第一期出场只唱了一首粤语歌 但是因为歌唱得好 台风好 形象好 弹图也好 不仅赢得八位导师转身 还得到了很多观众喜爱 只靠一首歌曲 五颗月就成为很多观众心中的冠军候选人之一 正常情况下 随着盲选的进行 优秀学员不断出现 五颗月在观众心中的印象应该会慢慢变淡 毕竟今年好声音盲选阶段长达六期 虽然因为有抢卫战 让很多学员有了再次上场的机会 也能够加强在观众心中的印象 但是五颗月没有被人PK过 他在盲选阶段只唱了一首歌曲 只登台演唱一次 没有PK 意味着没有多少镜头 而长时间不在镜头前出现 很多观众对五颗月的印象自然会变淡 但是五颗月特殊就特殊在此 五颗月虽然没有与其他学员进行PK 但是他的镜头并不少 在李克勤战队满员后 李克勤还转身了很多次 也拍灯救下过很多学员 这意味着李克勤战队的学员进行了很多场抢卫战 而抢卫战有一个环节 节目组会采访那些有可能被选中的学员 虽然采访很短 但也是出镜的机会 而五颗月经常被采访 而且面对可能到来的PK 五颗月表现得非常从容淡定 有大将之风 因此虽然五颗月在盲选阶段只上场演唱一次 但是他的镜头并不少 而且都是正面形象 让五颗月在观众心中的印象更加深刻 或许节目组也知道五颗月有很好的观众员 观众愿意看到他才经常给他镜头 因此盲选结束后很看好五颗月 但是看完第一场导师对决 这种看法有所改变 因为五颗月正在透支观众员 第一场导师对决 五颗月的镜头也不少 但是并不是采访 而是为中国好声音的赞助商拍广告 在中国好声音正片中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学员喝酸奶的镜头 但是这些镜头并不长 只有一两秒 或者好几个学员为某个赞助商打广告 镜头也不少 而且因为是好几个学员 也不会有其他想法 但是五颗月一个人为两个赞助商拍广告 加起来的镜头并不短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 会给人一种着急赚钱的感觉 甚至还有更不好的影响 希望五颗月可以明白这点 别再透支观众员 毕竟很多观众很看好你 希望你拿到冠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